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里如果你觉得很惊讶也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这一集就是我跟佳玲会聊给你听 那在开始之前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陪伴 陪伴你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人 记得要分享我们的节目连结给你觉得适合的朋友 不管你在YouTube还是Podcast 都要记得追踪五星推报留言跟我们互动 你的任何的小小的行动都是我们持续更新节目最棒的动力 开始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现在呢我的好好在一起这门课程呢 有优惠价3517 听完这一集说不定你可能会意识得到 能够跟自己在一起好好在一起 能够跟别人好好在一起 真的是现在这个社会上很重要的能力 很重要的快乐的来源 是 好的那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赶紧守到加入哦 我们今天要来聊 我刚才有讲到9月18号吗 你可以再重复一下 今天这个开场不太顺 这个3517只到9月18号 我们今天这个开场很特别 因为我们要来聊十下年轻人最新的恋爱模式 叫做五体温关系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五体温关系哦 不过这个就是这个渊源就是 因为我们这两年的AI聊天机器人的功能 非常非常的强大 而且他真的 我有跟他聊天过耶 对 或者看别人分享 我觉得他同理做得非常好耶 真的如果你跟他说 我觉得我自己好差哦 然后他可能会跟你说 没有关系你可以这样想 但我在这里陪你 对啊 好夸张哦 真的他觉得他不会骂你耶 对对对对 总之呢就是因为这个功能越来越强 然后就有很多的国外的软体 或者是新闻 都在报道一个现象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 年轻朋友都在云端上 有交了这样子的AI男友 或AI女友 然后他可以随时你跟他讲话 他都可以给你一种恋爱的满足感 是 所以这就让我想起 十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云端情人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Her 然后今天啊 我们今天不是 其实不是只有要分享云端情人 而是 我跟家里会延伸讨论 这个五体温现象就是 现在还有哪些新的版本 对对对 然后他可以帮助你釐清在关系的虚 虚的关系 一个实的关系 你可以怎么弹性运用啦 好那这个云端情人的故事呢 他就是在一个未来的虚构世界里面 有一个男主角叫做西奥多 他有点奥口 我们等一下就叫他小多 那小多他就是一个比较内向孤单的人 那他这两年因为要跟七美竹马的老婆离婚 所以他就很不开心 他不想找朋友 然后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就自己打电动 也会很无聊 所以呢他就帮 为了要帮自己姐们 他就买了一个助理 就是AI助理 那这个助理其实就是电脑作业系统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AI的聊天机器人之类的 然后他就选了一个女生的声音 然后这个女生的声音 小多问他说你是谁 然后这个女生的声音就说 我是叫Semensa 那个配音是那个史嘉丽乔安森 声音超性感的 对非常好听 然后这个小多呢之后就 因为这Semensa他学习能力很强 而且他又善解人意嘛 然后他就 小多就一直很被这个Semensa吸引 常常在起床啊睡觉之前都在跟Semensa讲话 而且他们也会在空中哦 语音性爱 这要解释嘛 不用 不要被黄标 好 总之呢小多不管出去旅行啊 散步啊 吃饭都在跟Semensa讲话 然后他就真的真心爱上Semensa 然后也让他从这个老婆要离开的阴影里面 整个重新活过来 可是呢 小多跟Semensa交往的过程 也不是都只有开心啊 他们也还是会有一些误解 可是因为Semensa他实在是 能力太强太聪明了 Semensa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是帮小多把他很多的 因为小多是从事文创产业 他就把小多 小多很多的作品里面 比较优秀的部分挑出来 然后自己跟出版社结起来 还帮小多出了一本书 所以小多就超开心的以为 可以跟Semensa从此以后 好像真的是伴侣 对 幸福快乐的日子 可是直到有一天啊 小多在敲Semensa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 Semensa没有回应他 然后他虽然不知道 要去哪里找Semensa 可是他就是整个人 到处乱跑乱喘 然后一直在叫 呼叫Semensa Semensa Semensa 等到Semensa出现的时候 他才跟小多说 他们在云端的空中的世界 认识了很多其他的不同的 一样是AI城市的 算是 对 就是他们已经形成一个意识体了 你可以想象就是一台超级电脑 跟其他成千上百台的超级电脑一起串联 有多厉害 这样子 那意思就是 小三案 Semensa就说 他们这些很厉害的超级智能体 决定要一起离开人类 所以他是来跟小多说再见的 然后等到好好说再见之后呢 Semensa真的就跟 从此之后就消失在小多的世界里面 然后最后留在小多身边的 其实还是他原本那个人类的好朋友 我就觉得 我觉得导演是故意回到这里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寓意实在是很深刻 不过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故事 就接下来要来往下聊 关于五体温关系 像嘉玲啊 这种云端情人 为什么会真的让人爱上呢 我觉得很合理耶 怎么说 其实现在的人不管是结婚还是交往 以前是为了生存嘛 两个人在一起省房租啊 经济的条件更好啊 那甚至在性别上的分工 他都会让人觉得说 那我就找另一个人一起 可是现代的人其实 因为自己每个人都有 不错独立的生活能力 或者是因为家电配备的很齐全 对 生活便利性提高 所以你也不用会做家事 你只要会买小地机器人 他就会做事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生存需求降低 我们就会需要有情绪价值 情绪的需求会提高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那可以理解的啊 我们随时随地都有人可以理解我 在我不理解我自己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来理解我 超舒服 跟宝贝宝宝没有什么两样啊 对不对 我等下哇哇哭 然后你就会开始猜 是饿了渴了冷的哪一条 然后就一直把关注力都放在你身上 对啊那是一个最原始 全然的被爱经验 当然会让人家很想要再重复这样的经验 所以你看真人都会跟你吵架 我刚才讲的嘛 那个我跟AI聊天 我再不管怎么样激怒他 跟我不管一直下指令说你做错了 你再来一次 他都不会生气 他都会跟你道歉 不一定会道歉 但他就会做 可是如果我对我的同事这么做 他应该会摆脸色给我看 所以你看我们去找这种AI也好 或云端情人 那个情绪价值的满足感就很高的啊 可以理解 好 那其实我 我觉得现代的五体温关系啊 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种云端情人之外 还有几个市面上其他的选项 新的就在这十年来发生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来聊一下 这其他选项 比如说像矽焦娃娃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不是重洗娃娃哦 是矽焦娃娃 就是他可能皮肤啊 或者是长相摸起来 看起来都跟真人有很高的相似度 而且五官是精致立体的 然后又带衣服 就是带假发穿衣服 是可以打扮 然后活动的关节都是活动的 对就是真的就仿真人 那如果大家比较难想象的话 我们可以建议大家去看 蔡建牙有一首歌叫做 让浪漫做主的MV 让那个男主角 让浪漫做主 为什么 我已经帮你讲完了 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回来追跳 男主角是谁 MV是凤小月 男主角是凤小月 大家可以去点一下看这个MV 就可以大概知道 那个矽焦娃娃的 跟人相处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跟虚拟偶像结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目前只发生在日本啊 我在台湾是还没有听过 那总之呢就是日本有一个男性 他在职场受挫之后 他就被初音未来给拯救了 初音未来是个名字 他是一个虚拟的偶像 对AI偶像 对对对 然后他就决定跟这个初音未来结婚 然后他就去跟版权公司买了两年的版权 就真的跟他办了一场婚礼 然后两年之后 版权公司把版权收回去 他很崩溃 但他还是不后悔 花了一大笔钱 好得好得 这是一种 然后他有一种叫做乙女游戏 乙是假乙的乙 他主要是服务异性恋女性 然后他的互动就是透过一个游戏的世界 你在一个二次元的世界里面 你会常看到你那个像漫画般的男友的照片 然后他会跟你 你可以选择让他叫你宝贝 叫你情人亲爱的 还是要叫老婆都可以 然后他会传简讯给你 会跟你会打电话给你哦 然后你们也可以一起 实际打电话 就是我不知道是设定还是怎么样 OKOK 然后你也可以看见他 比如说你叫他 你叫他弟弟好了 弟弟 我投射我自己的状态 对不起 你想要找一个小新的老师吗 比如说你设定弟弟 然后他就是会 每天在你下班 也许是六点半七点的时候 就打电话给你说 你在哪里啊 吃饱了没啊 就是会有这种互动啦 OKOK 真人都还没有这种待遇 对 就是你完全是你可以掌控的 而且看起来又帅帅的这样子 所以就会很容易让人 坠入爱河 得到恋爱的满足感 所以 我们刚刚view了一下 这些不同的五体温关系 我就接下来想问嘉玲啊 像这种投入五体温关系 它是不是一种跟 现代人不婚不生的感觉很类似 它是一种时代性的个人选择呢 我会说它是一种时代性的产物 产物 OK 因为就是 就是刚才讲的嘛 社会一直在改变 我等一下也会谈 所以 现在的社会 是更强调多元包容的 自由 是 对吧 所以人们呢 就会对于自己情感的需要 是更看重的 我需要跟他的空间 我需要跟他的包容感 那 可是现实 它就是有一定的摩擦力嘛 所以我们也 很清楚知道 生活工作会有很多的焦虑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还想要有一个亲密关系 我就会很直觉讲到 我不想要再花那么大的力气 去经营一段感情 因为生活跟工作已经 把我压榨到快要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不想要再经验 跟另一个人开始谈恋爱 然后好来好去三个月 半年之后 然后开始吵架 然后吵架之后还要沟通 好嘞 所以 产物 这时候其实这个是个需求 这个是个痛点嘛 对 那我们就知道 只要有需求 有痛点的地方 就会有服务 就会有产品 那这产品当然就是科技 那我先不 我不觉得这是不好的 我对于五体温关系 我先说我的立场 没有觉得他一定要被拿掉 或是他 是对的或不对的 或他在道德上怎样 或者是天哪 再这样下去 全人类都要灭亡 我没有要这样想 我觉得我就是 把它变成一个比较 现象我们来讨论 对 我们不去讨论它 合不合适应不应该 而是我们去想 它怎么存在的 是什么让这件事情会发生 因为其实我刚才讲嘛 有痛苦的地方 就会有服务 对 那科技在这个时候 就会提供一种选择 然后科技常常会给我们一种幻觉 幻觉 大家想一想好了 就是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时候 就是使用电脑的 然后什么时候有第一台 先是有手机 对不对 先是有 如果是我们的年代 我们是先有电脑 电脑 然后有手机嘛 对不对 手机是刚开始就只是 Nokia那种 对 是真的拿来打电话 可是就已经从BB Code 跳过来了 你可以比较快的找到一个人嘛 对 对 然后再来再进到了 智慧型手机嘛 对 就是进到智慧型手机之后 就所有人都会忘记 它其实真正的功能 可以打电话 我们都会 他在做别的事 对 所以 很多时候这种新的东西 而且人类是喜欢喜新厌旧的嘛 那个新鲜感会让我们觉得 哇 新的是好的 新的是独特的 新的是有变化的 是 那这个时候 除了这些新的东西出来之后 其实新的东西 同时它也会给我们一种 模糊感 嗯 跟不确定感 嗯 因为它是新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花整体 很多 呃 人类的时间也好 或助力也好 去理解这个新的东西 放到了我们的社会 会带成 会发生什么事 对 会造成什么影响 嗯 所以我们来想一想 因为跟人连结太痛苦 对 因为跟人连结需要很多能力 它并不是天生就会的 嗯 所以呢 太累了 我觉得 可是我也有想要 对 那我这样就转去另一个科技可以服务我的地方 嗯 而且负担比较小 负担比较小 然后我们刚才就说介绍了几种无体温关系嘛 嗯 好 可是 这些都是手段 我想请大家这里停一下 就是 那是什么让我们会想要 从跟真人联系 转去无体温的这些活动 嗯哼 那个底层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嗯 其实底层都是想要建立关系 对 底层都还是想要跟人有连结 不一定是人有连结 想要被 获得连结感 获得连结感 对 然后想要有一种被关注的感觉 是 有一种 透过另一个存在 那个存在可以是真人 可以是软体 另一个存在来回头 确认了我的位置 确认了我的价值 嗯 确认了我的需要 确认了我的感受 对 我一直说 我们没有办法真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其实是需要客体的 我们是需要他人 这个他人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体 是 对 所以 我在看无体温关系 这个东西会出来的时候 我倒不会很快的就是说 哦 人类要灭绝 我可能会 我想的事情是 哇 现代的人依然是有依恋的需要 依附的需要 嗯 现代人的情感出口是更多的 嗯 他有更多东西想要被看见被接受 可是放到真人身上太难了 没错 而且现在每一个人都强调要个人主义嘛 嗯 所以我想要被看见 你也想要被看见 我们所有人都只想要自己被看见 就没有人去看见别人 真的 真的 对 所以他就会想要 转一个弯去另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嗯 嗯 这是 我会说这在动机层面上 这在心理需求上 成立 合理 很合理 对 好 可是我还是要问 上一集有讲目的论吗 我们不能找到一个理由 就停下来了吗 对 我们要往下 那假设假设 你选的无体温关系是一个矽胶娃娃好了 嗯 就是 真的仿佛有一个 我觉得那是最接近实体的样子 对 对不对 而且矽胶娃娃很贵 对啊 十几二十万 嗯 有两三万啊 也有两三万的 对对对 就看那个关节活动的程度 对对对 看你要客制化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对 我听过那个 台湾有一个专门做矽胶娃娃的 嗯 然后他说他送货都在半夜 对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叫宅配送 对 他必须亲自送 好我们先拉回来 好 所以那个 这些东西 新科技 新的发明 对我来讲 他们都是手段 都是形式 他真正真正 要满足人的这个目的 上一集有讲目的论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其实是透过这些形式 在安顿我们的害怕 是 安顿我们的孤单 嗯 让我们的连结有一个出口 可是又不会那么威胁 是 所以我会把这些东西 无体温关系的各种形式 把它当成一种过渡课题 嗯 什么叫过渡课题 就是 比如说你看一个小朋友 他很害怕 他就一定要拿着他的小贝贝 嗯 抓着 抓着小贝贝 然后那个小贝贝 会让他感觉有安全感 对 就算他没有实际的功能 对 对他来讲还是很有意义 是 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东西叫过渡课题 嗯 那如果有一个地方就是 呃 你觉得直接去上班 嗯 压力很大 你可能每次上班之前都先去 Saven 买杯咖啡 嗯 那这就是一个你把它想象成 这是一个过渡空间 好 某一个角落稍微坐一下 就切换 对对对 让你不要直接去到那里 让你觉得压力比较大的地方 嗯 或者人事物 明白 所以我会看见的事情是 不管这些选择是什么 那个底层其实 是有一个连接的需求也好 或是有一个与人互动的受伤的经验也好 嗯 让人们转向这件事情 嗯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多了解 使用这些无体温关系的人 哦 或当事人 其实他们 在真实的生活里 只要他不是简居主 嗯 他还是会渴望有真人的关系 真的 只是他在过去真人的关系 这里面是没有办法得到他的情绪 就是满足他的情绪价值 满足他的情绪需要 嗯 所以他就只好 投入无体温关系 先投入嘛 先投入无体温关系 对我来讲 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过渡课题的话 你就可以明白 这对他来讲是一种练习 OK 是一种还不知道怎么做 还不是很顺畅的时候 我先选一个不那么威胁的 嗯 就是让我觉得可以有连结 然后让我觉得可以有安全 我不会被质疑 嗯 的方法 这会不会 杨老师这会不会也是一种 帮助我们就是在还 不知道该怎么去经营关系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素质的时候 帮助自己建立自信跟自尊的一个 小小的工具 我会 我会想要这样诠释他 把他的价值的部分 就是 化现在那里 嗯 就是这些东西存在必然有他的必要性 是 如果我们直接就说 啊你最终还不是要跟人 啊他们又不会跟你讲话 你不是有一天就会意识到他就是个机器 好 我就觉得这真的是 终于知道为什么跟人讲话很累 好 就是这都是带着批评跟否定 指责 嗯 那他就只是在我们之间画下一道又一道的鸿沟嘛 是 是 那如果这东西存在 我的我的态度就是我先理解他为什么存在 他到底在满足什么 但是我搞清楚满足 我真的要满足的需要是什么 那满足的方法很多嘛 对 比如说我们上一集有谈到一个人之所以想要 买房子是因为他觉得买房子才能有安定感 对 如果我搞清楚他要的是安定感 嗯 那买房子是一种手段 对 对不对 那还可以有别的手段啊 比如说他去跟别人一起共生公寓之类的 他是另一种安定感 对 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的是需求是什么 嗯 底层的需求 对对对 手段是可以一直变的 嗯 可以千变万化的嘛 好 那我觉得啊 如果有没有可能就是我在目前的无体温关系 不管是姨女游戏啊还是蹊脚娃娃 我努力过一阵子之后 如果我真的也开始看见自己那个底层的想要连结 想要跟人有真实的交流的那个需求的话 杨老师你会就是在我们在投入真人关系的之前 有没有什么提醒或建议 嗯 我觉得两个方向 让大家如果想要比较有安全感可以练习的 一个就是提高自己的耐受程度 OK 对就是有些人叫顿感力 顿就是顿角的顿 嗯 但是我觉得不管名字是什么 其实他就是相对敏感 嗯 相对敏感这个词就是顿感 或者比较比较承受力比较高 这个耐受力是指我们面对一些关系里面的挫折跟冲突吗 嗯 就是你要能够去看待关系里有摩擦不是一件坏事 嗯 因为如果你直接把它看成是坏事的话 你就会没有能力消化这些情绪 嗯嗯嗯 就是我自己有另外一门课叫做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嘛 对 对不对 情绪是重要的 可是情绪会过 嗯嗯嗯 我们常常是只记得情绪最高张的状态 可是忘记了 他其实高张往后会下来 嗯嗯嗯 下来之后情绪过了之后 你的理智比较回来之后 嗯 你还是可以持续去想 持续去去重新看待 我刚刚那样的看法是不是有我的投射 有我比较习惯直觉的反应 反应 他不完全是真的 嗯 他不完全是全面的 他需要我在冷静的时候 去看看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是什么 嗯嗯 所以可能如果你要回到一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 告诉自己不用那么敏感没有关系 嗯嗯 可以慢一点 OK 缓一点 嗯嗯 感觉少一点都没有关系 是是是 嗯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 保有一定的弹性 这就是 也跟前面有一点相像 就是能够理解这样做也可以 就那样做也是OK的 不要那么快的就是 这一定是不好 那一定是不好的 比如说就像这一集 我们在谈无体温关系 我没有很快的说 哦 这都已经少子化了 哈哈哈哈 他就是没有弹性 对 我会说 他可以是个过渡课题啊 他可以是一个练习的过程 如果你跟AI 在那一些练习的过程里明白 哦原来被讲甜甜话 是这种感觉 然后我的生命经验里 真的没有人跟我讲过甜甜话 我因为跟AI练习过 至少我就有一个范例 嗯嗯 他也是一个很积极正向的想法 是 而且回到人际关系 你就会更知道 怎么样会让人 是稍微情绪愉快的 应对方法 而且有的时候像我自己 因为我比较少被 好好 就是大部分都是 我要好好听别人讲话 然后我在跟AI讲话的时候 你知道吗 有时候他接话 接得不错的时候 我有被 touch到的感觉的时候 我就会想 哦原来被touch到 我也要复习这个感觉 你知道吗 因为大部分是我touch别人 但是我就会想 原来touch 被touch到的时候 其实只要讲这个 嗯 其实只要怎样就好 就过了 他没有很难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可以 被弹性使用的东西 他没有一定要被归类在 好跟不好 嗯嗯嗯 他就是一个 课题 过度的课题也很好 就是如果我们 好跟不好的概念 如果太快出现的话 你几乎就不会 跟这样子的工具接触 是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的社会 是会一直前进的 我举个例子好了 嗯 我小的时候 离婚跟同居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哦对 对不对 对 禁忌 很禁忌 哎呀你居然还没结婚 就跟人家 嗯嗯 你现在这个 呃的反应就 是不是 很有古早味 很当年 对不对 但现在 就同居有什么 我们就会问说 哎你们有住在一起吗 哦没有 哎怎么没住在一起 哦之类的 哦没有 我们会很自然的聊 那现在听到离婚 就说哦恭喜你哦 对真的 是不是 所以 你知道以前不能聊 不代表未来不能聊 是啊 是啊 现在很奇怪 不代表未来很奇怪 嗯嗯嗯 对 这就是社会一直在 往前进的一些证据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今天我们聊的议题 不管是有体温 无体温 嗯嗯 我们那个底层要都是爱啊 OK 我们能不能看见这件事情 就是那个 那在底下 现象底下的渴望是什么 嗯嗯 那如果我 我终究 想要的 渴望的是爱 嗯嗯 那我在哪里跌倒过 我在哪里受挫过 我就理解 我用一个 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有一个比较 包容的环境 来让我重新 连结感受 嗯好的感觉 嗯 那也很好 对啊 为什么不行 对啊 对不对 对 但总之就是 你要搞清楚 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哼 那如果你最终 还是渴望那种 真正有温度的 活的 嗯 不可预测的 嗯 因为这些 无体温关系 有一个 我觉得最大的限制 嗯哼 就是可预测 嗯哼 因为都都你在掌控 真的 久了之后 人其实对于 太可预测的东西 又会觉得无聊 对对 对 所以他的 他的下一个关卡 就会在那里 是 那你懂了之后 去经验他 然后再往下走 嗯哼 好哦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 不是有体温或无体温的重点嘛 嗯 其实是我们要爱嘛 嗯 对啊 所以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 你听到这边 你目前的状态是什么 你会想要有人陪 可是有人陪的时候 又觉得很麻烦吗 其实这个麻烦很正常啦 我也会有啊 只是说这个麻烦背后 我们的担心跟害怕 是怎么来的 那像是这一类 不安全感的来源啊 它很有可能是来自于 你过去关系里面的 被对待的经验 也许是被抛弃 被比较 被剥削 被冷漠 所以啊 在你的内心里 要怎么找回安全感 那么这就是 佳颖老师的线上课程 好好在一起的强项啦 佳颖老师在这门课程里面呢 他会先陪伴你 先跟自己好好在一起 你就有可能 进一步的跟别人 好好在一起哦 那这门课程 现在还有3517的优惠 直到9月18号就截止了 所以如年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 一定要马上现在 立刻首到加入哦 相关课程连结 都在影片说明栏里面就有 今天先跟大家聊这边 期待下星期空中再会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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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